最新消息来看到两岸的最新动态了 陆委会在刚刚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了 有一个台湾旅行团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时候 其中有一名团员被陆方留置 直到其他的团员回台湾之后的几天 被留置的人才获释 那根据陆委会的说法呢 事情是发生在5月的下旬 有一个台湾旅行团呢 他们是前往了福建进行五天四夜的旅游 那其中有一名团员被留置之后 旅行业者是随即依照规定 在台湾方面进行了通报 同时其他剩下的团员呢 是继续了这个行程 走完了整个行程返回台湾 那被留置的人才被释放回台湾 但是到底为什么被留置原因是什么呢 细节又是什么呢 这个陆委会说目前都还在调查当中 细节他们不方便透露 但是陆委会强调 确实发生了这个案例 但是细节不方便说 但截至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大陆方面包括了国台办 是没有任何回应的 好另外来关注是中非南海争议了 最近是越演越烈 前阵子不是才传出这菲律宾的海警持枪 对着中国海警吗 现在中国海军 好是中国海军不是中国海警 是解放军呢 释出了最新画面 他们演练了不明船只靠近时候的处理方式 那画面当中你看到这个中国海军呢 搭乘这个小型的橡皮艇 是持枪喔 在最前方就那种固定式可以连续射击的枪支武器 除了前方有明显的固定的武器之外呢 在后方至少有六名的阿兵哥作为后援 而且呢 这些后方的阿兵哥 他们是人手一枪 都是配有实弹的武器的 好这是解放军南沙守备部队 他们誓言要捍卫这个解放军 中国大陆在解放军 他们在南沙这个每一寸的领土 虽然说是没有针对谁 但是很明显呢 就是剑指菲律宾的 这是解放军海军公布的一个最新画面了 我们同样也提供给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